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17号来到花莲 展开一连多天的行程 先是拜会表态力挺侯友宜的议长张俊 而18号上午10点又在饭店举办了 选择之友成立大会 有好几百位的选民来到现场支持 人气超夯 他也不忘点出花莲目前的问题 努力扩展支持者 全场大声喊口号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花莲行第二天 成立选择之友会积极抢攻东台湾 只是柯文哲此行大蛙蓝银墙角 前一天柯文哲先是拜会 老早就表态支持侯友宜的花莲县议长张俊 而张俊的老婆廖家瑜 同天也接任柯文哲女力后援会会长 巴庄意味能厚 张俊议长我好多年前就认知他 本来就是朋友 我们不要一定要去拉人家来入党 作朋友更重要了 不需要我们不要去拉人家 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柯主席多次来帮张俊加油打气 那今天来到花莲 李英接待他 只是张俊夫妇一个挺科一个挺侯 在地立委傅昆席又偏向支持 郭台铭 花莲地方乱成一团在野竞争 超激烈 同样状况台南连霸是一届里长 原本是国民党籍的陈良斌 也决定加入民众党力挺柯文哲 前任柯文哲陸戰有收穫 就連金門縣柯文哲也找來 國民黨籍副議長歐陽英雄的太太尚文凱 代表民眾黨參選立委 對戰現任藍營立委陳玉珍藍白激烈厮殺 柯文哲侯友宜兩人都想搶當老二 才有向上攻頂的機會 我們要專心嚇到 侯市長本來就是出身嘉義 所以最近有走往南部 他本來跟民眾的互動 就會更親切更自然 隨著侯民調差距縮小 雙方進入拉鋸戰 就怕自己淪為棄保對象 但要是再也持續競爭 恐怕最後還是賴清德 羽翁得利